門口的玄關就長這樣 這是什麼塑膠門 鋁門 鋁 石扣壞了 怎麼樣 你們這邊拍攝不允許的喔 我在我室內不行嗎 你是要詆毀我們鋁管是嗎 我沒有詆毀你的鋁管 我要拍我自己 我現在在用你不能 你這樣子犯法你知道 我現在在做實用 你怎麼可以隨便進來 對吧 你現在是租借 我租借但是現在使用前是我的 但你不能這樣子直接侵犯我 是不是 那你不能詆毀我們 我沒有詆毀你 我拍我自己啊 我拍我自己有什麼不對嗎 你現在 我哪條犯法 你是 我哪條犯法 我哪條犯法 你有沒有看到證據啦 有沒有證據 我有聽到 你有聽到證據咧 我有聽到 我跟你講你這樣是犯法 我現在在做使用 好嗎 沒有犯法吧 你這樣有犯法啦 現在我在這邊是我私人空間啦 是這樣子嗎 廢話你去問啊 好沒關係 不用沒關係啦你去問啦 我是古阿姆 我是大君 歡迎收看 富平飯店 2023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 桃園巴德 這個地方很妙 Google地圖上面 總共只找得到 三間住宿空間 所以我們直接 通通來開一輪房間 看看 誰會是我們心中 平價最低的 富平王 耶 那我們第一間來到的就是這個 Google評分 2.9分 這間休息兩小時的價格是600元 住宿一晚 要1700元 這是我們當天 問到的價格 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是 昏暗 對 我其實剛剛有稍微敲一下牆邊 他都是用木板的情格間 但是 剛剛走廊走進來看到好像 滅火器啊 逃生設備這些 該有的也都是有 應該都有整理過一番 房間的煙味你覺得重嗎 比走廊淡一點點 走廊的煙味很重 看一下他房間裡有什麼擺設 進來一張小桌子 雖然木頭滿舊的啦 但我覺得他都有打掃 毛巾紋起來 欸 算香的 好看一下椅子 小吃店椅子喔 就脫了 用很久了 用很久了 我先坐看看看看他可不可以 欸 算穩喔 地板雖然看起來有一點髒髒的痕跡 但實際上他應該只是用很久的磨損 沒有讓人覺得他沒打掃 就你走過來不會覺得到處都是灰塵 看一下他的熱水壺 外面看起來雖然老舊了 但是 裡面乍看之下我敢用 因為我們現在比較免疫 就像這種環境我都覺得很 好舒服喔 冰箱很安靜耶 臭嗎 不臭 沒有很涼 堪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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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一下衣櫃 破爛小衣架 和一包棉被 空的我們通常也都會用手摸一下 想說有沒有灰塵 他沒有 這個 對 你那個應該是維修櫃 電風扇也算是清潔乾淨的 從這裡開始 我不曉得是光線比較好嗎 灰塵開始覺得多了 哇 哇 這是土石流喔 牆壁上面的水泥嗎 水泥剝落你看 都剝落了 你看這邊也是啊 都已經是土石流到這裡了 有顆粒 哇 不香耶 怎麼會這樣 體感臭臭 還有一根頭髮 這應該不是 這應該不是我們的 這個蒜香 被子有體味 還是補充啊 這只是他自己聞的時候 當下的感受 有螞蟻耶 你床上真的好多東西喔 百寶香耶 小可惜了 不然他其他地方 我覺得鑽石都打掃得滿乾淨的 這裡還有一面電視牆 除了壁紙有一點脫落 灰塵其實也還好 哇 他這個 今天出風都很廣 哎呦 他廁所應該有重新裝 廁所 整體好像 維護得很好 很不規則的分擦 水亮 熱度可以 哇 那裡面都生鏽耶 巴德 圍山的飯店中的第二家 嗯 我們來看一下Google上面 網友給他什麼評論 Google評分給他是三顆星 空氣太差了啦 哇 我跟你說PM2.5 黃標就算了喔 你甲醛都超標 這間沒有窗戶啦 感想就是很臭 很嗆 他一樓大廳弄得不錯吧 對啊 坐電梯上來 然後走道也都可以 也不錯 這間一開門就臭到飽 嗆 才在裡面待一下 我就覺得頭很昏 當然有可能是行李作用 休息兩小時是500元 住宿一晚是1080元 空間非常的小 門口的玄關就長這樣 這是什麼塑膠門 鋁門 好 鋁 石扣壞了 怎麼樣 你們這邊拍攝不允許的喔 我在我吃那不行嗎 你是要詆毀我們鋁門 我沒有詆毀你的鋁門 我要拍我自己 我現在在用你 不能你這樣子犯法你知道 我現在在做使用 你怎麼可以隨便進來 對吧 你現在是租借 我租借 但是現在使用前是我的 但你不能這樣子直接侵犯我 是不是 那你不能詆毀我們鋁門 我沒有詆毀你 我拍我自己啊 我拍我自己有什麼不對嗎 你現在 我哪一條犯法 你是 我哪一條犯法 在詆毀我的鋁門 你有沒有看到證據啦 有沒有證據 我有聽到 你有聽到證據咧 我有聽到啊 我跟你講你這樣是犯法 我現在在做使用 好嗎 沒有犯法吧 你這樣有犯法啦 現在我在這邊是我私人空間啦 就這樣子嗎 廢話你去問啊 好沒關係 不用沒關係啦 你去問啊 他本來就犯法啊 剛是他關掉的嗎 沒有我現在按到 你按到 對 好剛剛有那個插曲啦 我們可能給人家講說太臭很大聲 老闆就跑上來說 你們這裡不可以拍攝哦 你在詆毀我們嗎 沒有我們在分享住宿感受 那我們繼續看 地板就是很多黑黑白白的痕跡是什麼 應該是他的地板破損的膠 衣櫃裡面就是要放一個後被子 一模一樣的格局 兩個老舊衣架 上面一個空的位置 摸一下有一點點小灰塵 這個是發霉 對 發霉 他的裝潢用久了 沒有更新了 再來我們往室內走一下 這是牆耶 對啊 用了一個小玻璃 可以直接看進去廁所 這裡兩張小板凳 掉漆的小板凳 他小板凳中間做的地方好像有修過 換了一塊布是不是 應該是有 我還是覺得他最大的問題是空氣 問題不大解決不了 因為他沒有窗戶啊 他這個氣他沒有辦法排出去啊 然後這裡有一個很大的鏡子 鏡子上面很多灰塵 看一下他總共有幾盞燈 喔其實很多耶 全開是三盞 那還可以啦 我們剛剛只開到一盞 我想說怎麼這麼暗 床頭櫃 電話沒問題嘛 上面放了簡單的東西 衛生紙跟一些盥洗用具 冷氣其實外觀看起來很新 那應該是新裝 可是他濾網 他濾網的地方 不要掰 好像有這個黑線 對他沒有清潔到 那我們測一下電視可不可以用 又是抽風機 可以使用 只是速度有一點慢 你看這個 他這個板子潮濕到 他天花板好像都有一點垮了 開了冷氣之後 是不是這個抽風機就開了 沒有 應該是插那個卡片 他才會開始 因為我剛剛在那邊 我們還沒開冷氣的時候 我沒有看到他有沒有在運作 所以他如果是一直在運作 房間還一直很 我聞起來不好聞的話 通風 我個人感覺不好的啦 那個黑黑的不知道是什麼 你猜是墨汁而已 有可能他本來設計的就是這樣子啊 枕頭我個人覺得有點偏黃啦 因為我可能眼睛可能不太好 對 你想要射盲啦 對 好這張床現在躺起來感覺怎麼樣 可能有點內凹 你的鼻子怎麼覺得 這個就有香了 有耶 明顯的比剛剛那一間香 枕頭我可能覺得沒有那麼香 你的鼻子覺得不香 對我鼻子可能有問題 還好啊 我覺得枕頭也算是香 看一下廁所門 一個塑膠門 手好像沒問題 測一下 然後我一進來的時候 第一個感到非常新鮮的是他的漱口杯 非常可愛呢 鏡子擦得很乾淨 洗手台除了有一點老化 其他的好像沒什麼大礙 廁所雖然有一點黃黃的 可是相比起外面 我覺得廁所環境算是舒適 哇 不香 洗過烘乾的那種味道 欸 他沒有塞子啊 他沒有塞子 沒有塞子怎麼報導 所以這個浴缸 只能用看的 我們當下在這裡沒找到塞子 熱水 那個慢 水量給我看看 現在熱了嗎 沒熱 他的熱水 可能我的身體覺得沒有那麼熱 因為我已經轉到最熱的地方 因為我們是來四個人嘛 所以我們是開兩間雙冷房 為了公平情節 我們看一下另一間狀態有沒有比較好 搞不好只是剛剛那一間剛好不符合我們 的喜好 像譬如這間的門 關不起來可能就很符合我們喜好 而且還挖了一個大部分 不過這間的空氣比較好 剛剛那間就很粗 不知道為什麼 對 兩間可選很像 可是這間明顯的好玩很多 欸 這間有塞子 你可以去泡澡了 哇 原來塞子媽媽最主要 搞不好一開始就開這間 我們對他的評價會比較高 那我們去下一間吧 Google給他的評分是3.5顆星 觀察了一下這些留言的人 他們留言的時間都是 疫情還沒結束之前 現在可能疫情結束 我剛有說嘛大家都在裝潢 所以我們剛剛一來的時候 其實覺得環境蠻好的 對啊 然後進來之後 他整個都是木質地板 以前分享過木地板 普遍會給人一種舒服的感受 加分 那我們一進來門口 就先看一下他這裡的空氣品質如何 T2.52 整體的狀況都是綠標 very good 濕度67% 68% 你看就稍微高了一點 對 所以我才會說第一間50級很低 很厲害 看一下他的壁貼 牆壁應該都重貼過 看一下他的飲水機可以用嗎 暫停使用 唉唷有東西耶 漂亮喔 涼嗎 嗯可以 其實看起來真的蠻乾淨的 摸起來也沒有灰塵吧 沒有灰塵 這裡休息3小時是1080 住宿一晚是2880 所以待會在看這一間環境的時候 你要想一下這個價位 你看他這個空間大不大 除了桌子有一點香煙燙傷的痕跡之外 其他都乾乾淨淨 有提供梳子 唉唷還有髮圈 吹風機掛在這裡 唉唷 蠻順暢 吹風機很OK 看一下這裡有個大櫃子 裡面有裝東西嗎 沒有 乾淨耶 上面的熱水壺也蠻乾淨的 裡面污秽也不多 看一下他的地板 這裡有翹起來一種和式的概念嗎 唉唷 讚喔 忍不住就想要拖鞋進入和式 拖個鞋 其實蠻介意的啦 對啦 跟剛剛前面兩家比起來 忍不住就想住這 可是也比較貴一些 沒錯啦 是啦 但至少不會有人想衝進來 這裡提供一台竹池機 聲音有點大 但風量調小一點的話 安靜很多 冷氣不快還可以再吹一下這個 水冷室的電風扇 所以 就剛好你的磁場跟人家不合 對 我的問題啦 接下來有兩張 四張很大的椅子 貴族椅子 好涼喔 我不想動了 我想要留在這裡 不錯啦 這是小陽台 櫃台 乾淨 還不錯耶 沒有瓦灰塵耶 有沙網嗎 沒有沙網 有一點小可惜 但是如果開冷氣 有沒有沙網也沒差 因為窗戶不會開嘛 蚊子不會進來 再來就是床了嘛 床就有點破掉 破了很大的洞 這不是一直香菸點的 小破洞 我是可以接受的 被子聞起來如何 香 枕頭聞起來如何 香 床墊 床墊聞起來如何 香 你在這裡晃動的時候 就看得出來 它這個床墊沒什麼支撐力 超軟的 跟著你一直在那邊擺動 可是乾淨至少有用心啊 是啦 有比較有支撐力 明顯好很多耶 可能這張床比較受大家喜愛 大家都躺這張床 把它躺到 Q掉了 鬆掉了 哇 哇 這個啦 專門放一個板子 這樣架著盥洗用具耶 好讚喔 我們看那麼多 今天沒看過這個設計吧 對啊 先不管這個設計創不創新 但我們副平飯店拍到現在第一次看過 而且它廁所天花板 哇 這也是新換的耶 真的 全部都是木頭 感覺很好 OK啦 OK啦 馬桶也蠻潔白的 洗屁股的 這個有一點 有點髒喔 你看它鏡子的邊框也是蠻有設計的 這個應該也是換新的 抽風機上面就蠻髒的 可能是單純沒插乾淨 有點像 但不吵啦 跟一般來比講 那個坦克車的那種 這算安靜 跟急叉的比起來它OK 那算乾淨 磁磚也沒有什麼破損 哎唷 熱水來得不錯喔 馬上來喔 及時來喔 熱水好像有個味道 所以大家可能要洗一下喔 這個浴缸非常的大 像我這麼大隻的人 在這裡面 非常的塑塑有益 我們試一下它的按補浴缸 能不能啟動 誒 小炮 快掉了耶 所以也是裝飾品 只能泡湯而已 OK又到了抉擇的時候了 對 我對第一間 以這三家比起來 它CP值應該算高 它四人房 住宿一個晚上1700 一個人才425塊 環境我們去介紹的時候 它除了床頭有一些屑屑之外 其實好像沒有太大問題 第二家 最後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其實有跟老闆聊一下 那老闆是說 他也是經營的有點辛苦啦 很辛苦啦 很多事情跟桌 因為有一些誤會 對 然後不然的話不能接啦 你知道嗎 是見面的 對 我們最怕的是 真的嗎 真的嗎 我知道啦大哥 我跟你講我們沒有 不是離婚 但我覺得它就是環環相扣的 我一進去的感受 我個人的感受 個人 我個人覺得空氣就不好 房間裡面很明顯 有很多地方是 可以稍微簡單修散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還有很多可以加分的空間 那如果你這些東西都整理好 搞不好客人就來啦 就是老闆用心 客人就會感受到 所以第二間 我完全不會考慮 至於第三間 如果 預算允許的話 因為它一個晚上要2880 所以算環境 好像是這三間裡面最好的 但 四人房平均起來 一個人也700多 就是這個預算比較高啦 所以我剛剛有強調 預算有的話 那我會選這個